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王 义渠来人了 大王 义渠 血流成河 全完了 报约呢 报约在哪儿 将军 侠若不明 卫官的军队呢 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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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93年 战国中期 在一个叫伊缺的地方 韩国和魏国联军被秦军全监 24万人被杀 惨烈的伊缺之战 不但成为战国时代重要的转折点 也让韩国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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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 公元前583年 晋国豪门赵氏被国君灭族 世家大族纷纷与赵氏划清界限 唯有一个叫韩爵的大夫例外 韩爵是晋国重臣 从小被赵家收养 在赵家长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尚 韩觉有话要说 赵氏乃先贤之后 赵崔辅佐文公 赵顿辅佐香公 都有大功于晋国 有功于国家城 有朝一日 若断绝子嗣 有谁 还愿意为国尽忠呢 大夫想说什么呢 夫人慈爱 请君上为赵氏存续血脉 我 我 韩元爵 你的心思寡人知道了 人军 大德 晋国 知福啊 当赵氏命悬一现的时候 韩觉冒死就赵氏孤儿 赵氏因此得以东山再起 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 韩觉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韩氏一族也以忠义耿直 而闻名天下 三家 明日商议分地 董贵 你有什么建议呢 楚沙 无论如何 一定要得到成高 成高贫瘠 不长状况 有什么用 一里之地 可以牵动千里 是因为地形之力 数晚之中 可以攻破三军 是因为出其不意 成高 对韩人有大用 主上 若能得到成高 必能得到正国 一百多年后 韩氏家族成为晋国豪强 韩爵的后裔韩虎 与赵氏结盟 与另一豪强卫士 一起瓜分了晋国 三家之中 韩氏人口和土地最少 位置居天下之中 四面受敌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 韩氏几代人 都在图谋南方的正国 公元前403年 周天子册封 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韩国 魏国和赵国 正式诞生 韩氏韩前 即日起风绝为侯 标榜礼仪和秩序的 春秋时代结束了 武力征服 弱肉强食 成为通行法则 七个大国争雄的战国时代 就此开始 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 韩国终于灭亡了正国 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上古时代 一个部族历经数百年 最终发展成国家 部族的秉性 逐渐内化为国民秉性 从今日起 新政就是韩国的都城 正人和韩人就是一家 从平阳到夷阳 从阳迪到新政 韩人的土地越来越宽广 韩人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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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祖的庇佑 华人 才能带领韩氏子孙 来到新政 先祖的大愿 华人不能忘 你们 也不能忘 韩人 都不能忘 忠义正直 开拓分禁 这是立国之初时的韩人 公主 君上 滅正之意 相邦鞠躬至尾 寡人该如何赏赐呢 君上 新政沦陷之时 相邦还在宅养 滅正之意 与相邦无关 叶翠 韩轮不到你 指责老夫 你这个数子 韩唯 你竟敢羞辱我 老夫今天就羞辱你 韩唯 你们都是寡人的骨功 何必伤了和气呢 收起来 收起来 盐碎和韩伟都是韩国的重臣 没有人想到二人之争会引起一场倾天动地的刺杀 盐碎找到了徒狗为生的聂正 为聂正之母过寿 以儿子的礼仪为聂母举行葬礼 摇摇 和长人像 回来 不 尊父 家伯 你帮他 补 您帮他 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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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恩图报是韩人的性格 聂政决定报答岩岁 的课 什么人 军阵究竟然从中 坐下 军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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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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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追上 追上 小龍 被誤殺 為了不讓人認出身份 千連嚴碎 涅政劃破臉頰 自摳眼珠 毀容之後 自殺 涅政的自殺之舉 被韓人傳送 令天下震動 舍聲取義 綱蒙正直 這是韓人的性格 也是韓國雖小 但可以躋身 戰國七雄之一的根本 韓哀侯促死之後 韓義侯即位 韓人東近南闊的雄心 一直在燃燒 韓義侯甚至蒙發了 消滅魏國 重新一統禁國的野心 有了 這就是韓人 points 就 dunno 寡人一直在等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联络赵国 出兵乏位 杀魏英 然后 立公子魏霍安 魏军 这样 我们就可以分魏国的土地了 天亮之后 发起进攻 杀魏英 魏英乃是异国之侯 杀了魏英 这天下人 将会如何看待我们 杀异国之君 这是暴行 分魏国土地 这是贪婪 不如将魏国 一分为二 魏英魏缓 各自为侯 削弱为国 这样对韩赵都有好处 赵侯以为呢 赵侯以为呢 赵侯以为要杀魏英 一定要杀魏英 赵侯以为 对韩赵两国恨之入骨 韩国的命运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此时一到 撤军拔营 韩人不会想到 灭亡正国后的二十年 是韩国一去再也不复返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来之不易 但消失得很快 韩义侯之后是韩昭侯 父亲种下的仇恨 传递给了儿子 魏惠王站稳脚跟之后 发动了一连串 对韩赵两国的复仇之战 因为率先变法 魏国成为战国第一个霸主 曾经实力相差无几的兄弟 如今变成了巨人 巨下 面对强大的魏军 韩昭侯一筹莫战 卫营率十万卫军包围了翟阳 诸位都知道了吧 君上赶紧派使者向赵国和齐国求援 寡人担心援兵未到翟阳早就陷落了 君上 君上 沾阳答复 貌似督产 不幸 众见而亡 沾阳 畏在旦夕啊 君上 韩氏宗庙还在沾阳 沾阳不能丢 国家危难 你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吧 要你们何用 君上 神不害说 他有解救摘阳之策 神不害 华人未曾听说 换 神不害 小臣神不害 拜见君上 起来 谢君上 神不害 神不害 如何解救摘阳 小臣以为 以目前的行事 解摘阳之为 唯有君上 君上 行直规之力 拜见卫后 卫后 定会扯兵 君上 乃天子 策封的诸侯 如何行人臣之力 神不害 你这是谋害君上 相当 任一时之屈辱 换来国家的安稳 君上 柔弱 往往 往往 能战胜 岗 岗 天下 怀应此事 而同情 韩国 憎恨 魏国 一举三德 请君上 三思 你叫身不害 君上 身不害 世人出身 长期研读 法家之学 韩昭侯 听从身不害之策 魏国果然退兵 身不害 从此 身不害 开始进入韩国的权力中心 这个人 将彻底改变 韩国的命运 一年之后 魏国又起兵法诏 包围了赵国都城 邯郸 在身不害的建议下 韩国跟随其国 组成联军 为位救赵 联军不但解了 邯郸之危 而且大败为军 韩国 居天下之中 看看我们的周围 哪一个不比我们大 哪一个不比我们强 魏国 楚国 启国 都因变法而称霸 再不变法 恐怕韩人迟早无立锥之地 身子 从今日起 寡人 为身子为相邦 殿法 身不害 身安纵横之道 又能洞察国君的心思 公元前三百五十一年 身上 立国刚刚半个世纪 年轻的韩国发现 竞技场上的对手们 一个个绑大腰圆 虎视眈眈 韩国虽然充满活力 但先天不足 身不害将把韩国带向何方呢 快走 快走 点上 走 快走 这 这 段氏既代辅佐韩侯 为何遭此惩罚 段氏私修堡垒 拥兵自重 皮脂不存 毛将烟腹 奉国君之命 财产重拾国库 私兵沿入国兵 沈不害 你是韩国的祸害呀 走 你走 在韩昭侯支持下 沈不害收回贵族特权 以其资产充赢国库 解散贵族私兵 与国兵混边训练 韩军不仅数量增加 战斗力也迅速提高 战国时代弱肉强时 朱子百家掩齐西谷 法家一支独秀 作为法家坚定的门徒 深不害变法 也以富国强兵为宗旨 但他更强调国君的权力 贵族被消灭之后 有机会威胁国君的 只有官员 自从有了人 就有了权术 而深不害 是第一个为权术 建立系统理论的人 深不害 孜孜不倦追求的 就是在韩国实现 完美的数字 应任而受官 寻名而择实 做臣子 当既不怠惰 又不跃权 一心一意 尽职尽责 方对得起国君 术是国君驾驭官员的方法 监督和考核使权术 有利于励志清明 翟阳郡守 翟阳郡守 鞠躬尽瘁 为国君分忧 着生上大福 谢相邦 平阳司空 平阳司空 跃权行侍一次 罚金五十 冲国库 太使 太使 行贿司徒 拾金 下御待神 杨树之外 还有阴树 阴树的目的 就是控制和防范官员 以阳郡守 以阳郡守 两次非议国君 一次酒醉之后 一次如厕之事 按律 使议刑 降为庶民 在国君和官员之间 深不害建起了一座 不可逾越的高枪 墙的一边是国君 草杀生之饼 这是猎人 墙的另一边是官员 他们战战兢兢 是猎物 快去吧 来 军上睡着了 小臣怕军上着凉 你是典官啊 是 典一在哪里 军上 起来 你是典官 却干了典一的事情 这是越权 你是典一 不干典一的事情 这是诗旨 来人 没人 仗击二十 军上 军上 小军上 小军错了 小军错了 寒昭后 成为深不害最好的学生 深不害教导国君 要无为而至 国君唯一的工作 就是琢磨和审视官员 并进行评判和赏罚 换厨师 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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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有生肉 小臣煮了两个时辰 怎么会有生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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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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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帮主 不 从今日起 你就是寡人的厨师了 谢君上 谢君上 来 哼 胆大包天 竟敢在寡人的羹里放生肉 小人鬼秘仙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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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除师获罪 你是唯一的受益者 你是唯一的受益者 雕虫小技 如何骗得了寡人 今日放生肉 明日就会投毒 有驾驭之术 就有应对之法 光明磊落消失了 互相觊觅 安全感消失了 人人自危 君上 依阳 还没有消息吗 还没有 君上 魏军又增兵两万 一扬 一扬最多坚持三天 说话呀 怎么没有人说话呀 齐国有消息吗 也没有 老奸巨华的奇人 难道 真的见死不咎吗 君上 君上 齐国出兵了 齐国出兵了 君上 齐国出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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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上 韩国平安了 辛苦相邦了 亲相邦歇息 谢君上 申不害当权二十多年 韩国励志整肃 强盛一时 被称为禁韩 然而 树制之风 也埋下了韩国灭亡的种子 申不害之前 韩国是一个耿直 而充满了理想的青年 申不害之后 韩国迅速蜕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人 公元前三百四十一年 韩国借齐国之力在马陵重创卫军 为国元气大商 从此衰落 韩国隐祸于他人 终于消除了多年的心头大患 韩朝侯死了 但他主导的树制已经改变了韩人的性格 强悍和忠旨消失了 权术和阴谋大行其道 军臣勾心斗角 官场尔虞我诈 一己之安危被视为最高利益 国家兴亡为己任的高贵品格 荡然无存 战国中期之后 韩国彻底沦为必获谋人的树制职邦 北方的霸主倒下了 而西方又站起来一个霸主 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势力大增 开始向东扩张 韩国首当其冲 韩国不幸 冥冥之中又遭遇了军事奇才白起 大争之士 天将战争之神 战国中后期 白起以一人之武功塑造了战国格局 面对强大的秦军 曾经的死对头不得不结盟 韩卫联军在衣缺阻击秦军 战争的结局令人震惊 二十四万联军被十万秦军全部揭灭 韩人拒绝坐前锋 当卫人被攻击的时候 也拒绝救援 勾心斗角延伸到战场上 失败早已注定 一缺之战 韩人仅存的筋骨被打断 军事件 叶王一详情了 又是白起 前年供我行程 去年绝我太行道 今日 又拔我野王 可我的白起 这事 要灭我韩国 大王息怒 野王没了 秦政和上党之间断了 上党怎么办 秦王狡诈 拔野王 而孤立上党 失了上党 寡人 如何和宪王交代呀 相王 说句话呀 大王 请给致下党 请给臣一些时间 斟酌 想王尽快想出对策 秦国用远交进攻的策略蚕食韩国的领土 上党 上党是韩人崛起之地 上党丢了 韩国就会失去将近一半土地 张平是汉朝开国功臣张良的父亲 其家族辅佐了五代韩王 与申不害一脉相承 张氏子孙以权谋之术 闻名天下 庭义之时 相邦有难言之隐 寡人看出来了 大王 臣有一计 可见上党困境 先派使者去咸阳 告诉秦王 韩国愿意将上党献给秦国 秦王因此会感激大王 张平 你在说什么 在暗中派人去邯郸 把上党送给赵国 赵国占上党 秦赵必有一战 虎狼相争 两败俱伤 韩国 可存 可存 相邦之谋 真大谋也 赵国如果不接受上党呢 赵王 赵王向来畏惧秦王 赵王最信任的人是赵胜 冯婷是上党人 和赵胜有交情 大王放心 冯婷一定说服公子赵胜 大王委任冯婷为上党郡守 上党郡守和人民宁死也不相亲 与大王无关 相邦的意思 冯婷明白了 像曾经一样 韩国选择 韩国选择将货水引向别人 赵国接受了上党 上古时代最大的一场战役爆发 战争结果改变了历史 开门 是赵人 从长平来 告诉大王 赵人 败了 赵国的几粮被情人打断 韩氏曾经冒死拯救赵氏孤儿 三百年后 为了苟延残喘 韩国躲在后面 毁掉了唇齿相依的兄弟 战国后期 赵国是秦国仅存的对手 赵国被打断脊梁之后 韩国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大王 大王 想吗 四十万赵军都被杀了 长平 血流成河呀 秦军的 秦军撤离了上党 冯婷在何处 军手 战死了 全身插满了箭矢 天下的白旗 就是一个人徒 被尽过 来 赵国 就要灭了 赵国不会灭 赵人只会更喊其人 设计平安 全来相邦啊 长平之战后仅仅两三年 秦国就恢复了国力 继续蚕食韩国 韩国最终还是失去了上党 只剩下两郡的徒弟 大王 郑国天下第一水公 拜见大王 小陈郑国 大声谢 寡人耳朵不哈 小陈郑国 坐 秦人 夺我土地 杀我人民 相邦说 你 能救韩国 大王 小陈除了治水 什么都不会啊 去秦国 为秦国治水 秦人忙于水事 就无暇秦寒 郑国 郑国 寡人老了 韩国 不能亡啊 郑国 韩国 就靠你了 国家威王 张平也垂垂老矣 除了继续以谋术拯救韩国 他没有别的选择 水公 郑国入秦 说服了秦国 将精水引往落水 人力和物力 被投放到水利工程上 秦国放慢了 攻打韩国的脚步 大王 大王 你这个贱人 贱人 贱人 真是没想到 是啊 这个贱人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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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 你这个贱人 竟敢欺骗寡人 大王 小人是韩人 受韩王所痛 不得已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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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渠救不了韩国 寡人不杀你 还要让天下的人都记住你 郑国 从今日开始为秦国奏取 取成就叫郑国取 大王 郑国 记住 为秦国奏取 谢大王 水公正果 爱职业超过了爱国 最终背叛了韩国 大王 大王 想吧 叔叔 快入座 叔叔 秦王要叔叔入秦 负责就攻打韩国 秦王贪得无厌 先祖的基业又毁在韩安手上吗 公子 秦若灭诏 秦若灭语 韩国或许还有机会 韩世后裔 没 没人愿意亡国 韩非明日便动身 叔叔 请饮酒 秦王嬴政被韩非之才打断 韩国借机派韩非入秦 大学者做贱人 这是掉下悬崖之前最后的一波 秦若灭语 还是先灭诏 寡人犹豫不决呀 韩非 你以为呢 大王 当然是先灭诏 大王 当然是先灭函 两支大盗 赵支竹臣 像瑶谷这样低贱的人 大王 不能用 将太公 管仲 百里西 皆为低贱之人 也是智势能臣 瑶谷以大王之金 自教于诸侯 谋一己之私 韩非乃韩国公子 谓韩不谓秦 韩非所谋 即谓存韩 大王灭诏之后 一生令下 韩国自愿就归附了 何必灭韩 韩非之血大王可用 韩非之仁 大王不能用啊 李斯 大王 你以为呢 公子耗酒 彼司能做的 只有这些了 只有这些了 还是你不如我 你不如我 去讲 韩国的王族公子 韩非 死在了秦国的监狱 阻挡一统大业的人 即使才华盖世 也不能存活 生得伟大 死得卑微 所以韩非之死 敲响了韩国的丧中 公元前二百三十一年 韩非死后两年 韩非死后两年 秦军东进 因为时运不济 韩国选择了树制 也因此改变了国家的气质 当强悍和耿直消亡后 苟活成为韩人的兵性 六国之中 韩国第一个灭亡 韩国之王 王于在诸国博弈中 奉权谋之术为国策 放弃了熬练真正的实力 韩国的历史 是一曲小国的悲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载黄 Werdy》 《花儿八书》 心无脚壁 鱼子写心 七月无异 鱼子同袍 鱼子同袍 亡语心事 数我个毛 鱼子同袍 七月无异 鱼子同袍 亡语心事 修我毛巾 鱼子写过 七月无异 鱼子同袍 亡语心事 修我加碑 鱼子写心 鱼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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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子写